大家好,我是虹傻 今天來分享我的白馬月鷹耐弱症 那主要的話也就是 跟一般一樣,只是我沒有白馬鹽,所以我用的是孫如玉 像姜維直接幹掉兩隻之後,孫如玉就可以封印和驅散 還給他沮喪的樣子 然後又有很多的毒,所以呂蒙可以立刻結算 然後姜維發動兩次,對面就已經掛了兩隻了 然後孫如玉封印的話,讓對面更沒有機會去做任何的反擊 那也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孫如玉,他其實就只適合,我覺得他只適合在 兇神或者是白馬上面 那我的陣容其實都還蠻平民的 除了SP月鷹,其他都可以做一個搭配做參考 謝謝